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福人妻陈盈蓉16号出席马桶品牌活动 这也是她婚后首度公开露面 陈盈蓉也说婚后最不习惯的竟然是 每天都有人叫我起床 其实我们大概也交往了两年多 现在还属于新婚期 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 那个情绪上的转换 应该又默再等个十年后 可能就会有前后不一样的对照 脸上洋溢幸福笑容的陈盈蓉 也提到老公竟然会主动邀约 哎呦 是跑步啦 她很爱跑步 然后我很爱睡觉 她都会剥夺我睡觉的时间 叫我去跑步 就是可能就是 集满五次要听一次这样 婚后新房设计都一手包办的陈盈蓉 竟然从小就对厕所亲友督众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厕所 就小膀胱 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去厕所 然后因为我觉得厕所是一个很私人的空间 所以有时候想要一个人的时候 想事情的时候 家里就是家人都在的时候 我就去厕所坐一下这样 九月在清迈完成终身大事的陈盈蓉 与老公婚后依旧甜蜜 至于生宝宝计划 就一切顺其自然咯 网约的新闻网采访报道